這個難度比較高,我再DEMO一下 像這個資料甚至可以用爬重的方式,把它重新爬 因為這個資料網路上都有,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它資料會更新 像你可以看到Ctrl向下 這邊的話,總共好像2000多筆 這個資料是比較新的 如果說我如果要把歷年切到折線圖 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它之後 自動幫我畫個 先插入樞紐分析表,然後畫個圖 實際上這些都可以自動畫 所以按下這個按鈕,有沒有發現 自動把這個表做出來,然後這個圖做出來 你可以回到資料這個工作表 然後又可以各區比例圖 像剛剛我們畫的這個各區比例 一樣可以把這個表做出來 把圖做出來 實際上你就錄兩個聚集 一個聚集是那個表 一個聚集是這個圖 然後你把兩個湊在一起就可以了 OK,一樣啦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 錄切到前10名的那個有沒有 資料圖 這邊就出現了 這樣的話呢 OK了 甚至你可以把它切回來 我還寫一個叫 把前面這個刪掉的 有沒有,如果你資料更新的話 你又可以再跑一次新的表跟新的圖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很方便 以後你根本就什麼事都不用做 它就會自動全部都完成了 我覺得這樣應該很便利啦 只是說因為這邊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要錄製那個聚集的部分 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同學 像今天就有同學問到說 要如何錄製 就是那個樞紐分析表的聚集 不過啦,錄下來的東西真的還蠻複雜的 光那個表的部分有沒有 樞紐表會比較複雜 樞紐的圖比較簡單 光那個樞紐表的部分 就會有很多個步驟了 就是這些步驟 而且這個步驟裡面的程式 還需要刪掉一些或增加一些 那這個就比較複雜一些些 那如果我大概簡單的演示一下 如果你們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再踹踹看 然後我又把最後完成的程式碼 其實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們假設有興趣同學 也不妨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下面這邊 就是樞紐表的部分 在這邊底下吧 應該是樞紐 這個是地址 底下這裡啦 因為等於是比較下面 例十九頁的地方 往下的話呢 就是樞紐表這裡 這個就是歷年切到折線圖 基本上就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產生的方法 不是叫你自己去寫這個程式 而是我們用錄製的 那錄製的話呢 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舊的先把它刪掉 把它先刪除掉 有沒有 那你可能要錄製之前 因為錄製劇集我前面講過 它有點像錄影 也就是你不能NG NG的話你要重來 所以每個步驟最好呢 你就先彩排一下 OK 如果NG要重錄就對了 所以你可能要先確定你的動作 是順的 你不要說一下卡卡的又錄錯又重來 那等於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第一個啦 你就假設啦 你先彩排 一反正油要放這邊 二的話先插入樞紐表 然後呢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把年拖拉下來 年拖拉下來 然後年拖拉到值 然後呢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項目個數 OK 然後第一步 還有這邊把它隱藏起來 這邊不要的 有沒有哪些不要 這幾個不要 我們留下那個104有沒有 然後到108也不要了 OK 好完成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在樞紐分析表的錄製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地方很奇怪 如果你步驟做錯一定會發生錯誤 就是呢 我們剛剛拖拉年的時候 我們剛剛是先把年拖到列 再把年拖到值 可是記得齁 你在錄製劇期的時候請你顛倒 就是你拖拉的話請你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OK OK 不然的話齁 你錄下來結果會出錯 OK 那你說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試了很多遍中 奇怪 我明明都做對 為什麼一直出錯 結果把兩個東西頂倒都發現 其實就OK了可以了 目前還找不到原因 因為他可能有一些參數或者一些方法 所以你記得齁 待會兒如果錄製的時候 你就是不要先拖拉到列 剛好顛倒 先放這邊 再放這邊 這樣基本上比較沒問題 然後呢我把這邊先刪掉 假設你OK之後的話 你就直接開始錄製了 OK 所以錄製劇期 然後名稱的話 叫樞紐 樞紐表 我們不要選 樞紐表 簡稱一下 樞紐分析表 我就簡稱樞紐表 OK 按確定 那1的話呢 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2的話呢 就把它拖拉 記得齁 年先拖拉到值 先到值 OK 然後再到列 然後呢 再把這邊改一下 它的項目個數 然後再隱藏這邊 隱藏的話 就把這些不需要的東西隱藏掉 然後呢 這樣子就完成了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OK 這不要 確定 好 完成 動作就不要多 也不要少 就這樣子剛剛好 好 這樣的話按停止錄製 好 最後一步要記得 我和你同意都忘記 還一直錄 沒把它停下來 所以難怪錄到一代 這奇奇怪怪的東西 好 停止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刪掉一下 那你說老師我要把它跑跑看 那跑跑看 你按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 你執行就馬上掛掉 不過不用擔心 掛掉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你執行發生錯誤 那錯誤的地方在哪裡呢 真錯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一直行 他就跟你講說 這一片黃色的區域 發生錯誤了 不過呢 其實你只要改動一個地方 這個問題呢 就會得到解決 其實你們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只是說不然你們看得出來哪裡有錯嗎 我給各位一個提示 有沒有看到這邊叫什麼 那這上面有一個叫table designation table就是表格嘛 就是那個樞紐表 designation就是你要放的地方 那你會發現 他後面出現的工作表名稱叫多少 對 因為我們路的時候是7 現在變8了 所以喔 那你說老師 我是不是應該改一下 那我怎麼改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說老師把它改成8 不OK呢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改8 它可以過了 但問題來了 那你下一個執行變9 那你不是每天 每次執行就偵錯 然後就改 所以跟各位講 其實有個比較一勞有益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是喔 直接把哪個工作表 把它刪掉就OK了 欸 刪掉 那刪掉不就不需要 因為喔 跟各位講 目前的工作表 因為你只要訊息點 就是新增工作表 它目前的工作表 就是我要放的位置 那如果目前工作表 那我根本不用跟他講哪個工作表 因為我就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跟他敘述說 哪個工作表的話 它就會以目前的工資表 當成是你要放的位置 那就沒錯啊 OK 所以喔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呢 你把哪個工作表把它刪掉 那記得喔 把連經代號都刪掉 OK 好 好 那底下就留什麼 R3C3 你想說 怎麼 R3C3是什麼東西啊 猜得出來嗎 R是什麼 其實R是指 列的意思啦 列是3 那意思是第三列 那C的話 這指什麼 C是指藍 意思就是說 那其實這個 你比較懂的意思應該是什麼 其實A3儲存格啦 意思就是說 它要把這個表格 放在A3的位置啦 OK 那可是你說 老師這寫這樣 我看不懂耶 那如果假設啦 你想要把它改成 你看得懂的樣子喔 你其實可以改成這樣 來把它改成 中瓜弧 後面加一個A3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可以 可以這樣改 但是 我們先不改好了 我跟各位講 看不懂 這樣子喔 以後如果你要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中瓜弧A3 好 那我們先確定一件事情 它能不能過啦 如果可以過的話 那其實後面就簡單了 所以呢 這個過了之後 把它F... 按F8就下一行的意思 如果可以過就跳過了 有沒有發現 它可以了耶 它其實 就沒有問題了 有沒有發現喔 那再來的話呢 下一行還是會出錯 為什麼呢 這一行的敘述是什麼 叫做敘迟是工作表的意思 後面的話呢 就是什麼 工作表7 點Slice 就是有不要點一下 可是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目前的工作表是多少 工作表8嘛 那你有沒有工作表7 這個東西 沒有嘛 可是你說呢 那你要不要把它改成8 如果你不改 你會發現這個還是錯 那如果你假設改成8 那你下一次 如果又換成另外一個工程 不是又錯嗎 所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怎麼做 其實把它刪掉就好了嘛 因為這個一行好像沒什麼作用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 OK 這一行不需要啦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A3.Slice 不過這一行好像也不用 所以像這個什麼 敘迟哪個敘迟 點Slice 然後哪一個 出生哥 這個都可以把它刪掉 無所謂 無所謂 好啦 其他應該就沒問題 把它再按F8執行一下 有沒有 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然後再把不需要的東西 把它 這個是把它改成Count 有沒有 數量 然後再把不要的那個 標籤給關定 就是78不要 95 97 99有沒有 這些都不要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叫做Pirate Item 有沒有 哪個項目不要 就把它關閉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 OK了 可以跑了 有沒有 所以喔 還記得我剛剛做 第一個 就是把 這個Table Designation 前面的工作檔面刪掉 然後呢 底下這兩行刪掉 其他不動 就OK了 所以我再跑一次 所以這個把它 把舊的這個工條刪掉 那我們再把它跑一下 看看有沒有 給樞紐錶執行 可以了耶 對不對 所以 應該 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困難 那只是說 後面 可能自己試試看好了 那再來就是那個畫那個圖嘛 兩個把它加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報表 這個自動化這件事情 有開頭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 重點喔 特別注意喔 錄完喔 你每個動作照我的方法 記得錄的時候喔 拖拉的時候 記得先拖到這邊 再拖到這邊 這個是關鍵喔 如果你相反 你最後做出來一樣是錯誤喔 OK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喔 OK